这一位能使海水变成淡水的圣僧 被称为圣僧帕库或昌寺的龙波端 杨明海内外也被称为巴达尼和尚 如果我们要参观他出生地 必须去到桑克拉的萨丁普拉 桑克拉在四百多年前早已开发 可惜现在只剩下少许历史的遗迹 根据当地的标语 桑克拉是个有两个海的城市 有迷人的海岛 美丽的沙滩 游宗和龙波端的传说 这显示着在人们的心目中 对龙波端是何等的敬仰 我们可以从以前遗留下来的各种资料 写出这位能将海水变成淡水 神圣的龙波端生平 在1582年十年四月的一个星期五 在桑村里住了胡跟咱一对贫贱夫妻 当他们生下一个婴儿的时候 已显示了很突出的吉祥预兆 这婴儿日后果然成为一个超着智慧 地位崇高 永远受到全国人民敬仰的人 他出师后 他父亲把胎盘埋在一棵栗树下 他们替婴儿取了一个名字 叫悟 那条村 那条村就是目前在桑格拉 地龙 萨丁 桑桑的立村 从这里到喀布斯 大约两公里 龙不多的屋子呢 就在这个附近 这是龙不多出生的地方 这里以前是一片森林 现在是属于私人的地方 他们打算把它捐献给寺庙 那间老屋子呢 那间老屋子呢 是以前村长的 而这个地方呢 以前是有钱人地主 搬的房子所在的 全部村民呢 包括龙不多的双亲 都是替办工作的 我们看看这里的历史 当然不多 出世之后呢 他的胎盘呢 就埋在这个栗树下 那棵树就在修道院的范围内 这棵树一直不断地 受到善男性女的敬奉 本来他母亲是住在西里运河旁 后来才搬到他丈夫孙咱的房子 他们在燕林中建立了一间小草寮 那不久之后呢 他们就生了个孩子 他们那个时候大约是四十岁 龙不多出生的时候 就是一个奴隶 因为他父母都是地主搬的奴隶 那里就是地主搬以前住的地方 你们看到的那座山 白色泥土附近的房子 就是那地主的房子 它是地主 那么多的父母都是他的奴隶 房子的附近有一口井 现在已经被泥土埋没了 那时候村民都是以耕种为生的 需要用井水 另外还有一口井 不过呢 那是属于地主般的 现在呢你们看不到了 已经成为烈史的遗迹 它是深有八米 阔度呢也有树米 雨季来临的时候呢 就会泛滥成灾 你们刚看到的是村民每日取水的地方 很多碗 杯子等等古物 在这里被发现的 幸亏都收集在博物馆 不然的话 早就被那些收藏家拿走了 如果我们再绝深一点 还是能够绝到一些陶瓷碎片 这些碎片将收集在栗树下边 以让博物公园日后用来展示 隆布多的历史 另一个地方必须要提的是 摇篮稻田 据传说 胡跟赞为了还债给地主 必须要到稻田干活 他们在两棵栗树之间 做了一个摇篮给他们的婴儿睡 当他母亲回来补奶时 竟然发现 有一条巨大的眼睛蛇 缠盘在摇篮 用尽办法 都没法把蛇赶走 胡跟赞 只好坐在一旁祷告起来 希望孩子不会受到伤害 他们祷告完后 很神奇的 那条蛇 静悄悄地离去 还留下一颗鸟蛋那么大的水晶 在孩子的胸口上 这水晶非常的漂亮 还发出夺目的光彩 胡把水晶收起来 当着是贴使赐赠给他儿子的神圣礼物 当他母亲看到儿子胸膛 都是蛇的口水 蛇坏了 以为儿子给蛇咬了 但是当他仔细看的时候呢 那是 对